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4月14號星期五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昨天晚上的美股大漲 昨天晚上的稻窮S&P500 都創下了近期的新高 真的都創下近期新高 包含像是廢半指數 相對也是強勢 重點 昨天晚上的美股 它的漲點主要都是落在 大型科技股上面 包含像是Apple 包含像是Tesla 其實這個現象就可以充分表示出 其實CP 因為昨天晚上美國公佈PPI PPI這個數字是還不錯 其實說CPI公佈完之後 輪到PPI公佈 這些不確定因素公佈完之後 就會輪到一些正規的大型科技股 開始大漲 其實這個邏輯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 這個經濟數據的本身不是重點 就是說它的絕對值不是重點 而是說整個市場的心態跟市場的反應才是重點 不論說CPI也好 PPI也好 其實只要說整個市場的心態 有心想要去做多我可以跟你保證 不論說開出來的數據是怎麼樣 市場都一定可以去把它做正面的解讀 所以 大家可以去把它視為是說CPI跟PPI 短線上的不確定因素已經解除 整個資金想做多的資金 全部又開始回來了 所以今天很重要喔 因為昨天晚上美國公佈PPI 短期內已經沒有任何的不確定因素 那就像我們講的 第二機會很好賺 尤其是今天台股 占上萬六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 如果說手上有任何的持股 尤其是一些 尤其是一些說好 空間比較小 那比較跟不上漲幅的股票 要去做轉換 一定要利用金錢去做轉換 那如果說手上滿手資金 一直到這個時間點 還沒有提前去卡位 今天一定要去做進場 因為你去看 我帶大家看一下美股 美股的走勢長這個樣子 來你去看 這是道琼 道琼昨天又在創高 創下短線上的新高 那這一條黃色的線 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美國股市要看的是200日的移動平均線 非常的強勢 昨天道琼在創高 S&P500又在創高 包含像是費城半導體也是 高檔強勢整理很快也會再創高 那這個格局出來之後 你去看 道琼 包含像那斯達克 S&P500 這個格局都非常的漂亮 它已經呈現一個攻擊心態 那搭配上說 短期內沒有不確定因素 其實它要在下禮拜續搶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 連在台股也會跟著繼續往上攻 所以今天我可以這麼說 在這整個禮拜 很多的股票都大漲沒有錯 包含說儲能 離岸風電 軍工概念股 甚至在昨天連什麼觀光旅遊 通通也都漲上來 但是最有感 體感的漲勢最強的 一定會是從今天開始 因為當整個短線上的不確定因素解除 資金就會回歸到 比較正規的大型科技股上面 就是一些大家熟悉的股票 那這個時候大家整個體感漲幅就會非常的強 相信我今天你可能說指數漲個200點 但是你會感覺起來像是漲個四五百點以上 我們先看指數 所以回到台股的加權指數 我們的邏輯還是不變 你一定要記得 以今年來講 第二季會是全年度最好賺的一段 降息的預期行李 加上景氣落底的提前反應 這個看法不變 降息的預期行李 加上景氣落底提前反應 今年的第二季 註定不會到太差 所以在這幾天 其實你說整個量說比較觀望 再等的只是一個不確定因素解除 CPI跟PPI都公佈結束之後 台股今天就要上萬六了 就是今天 所以只要說正式站上萬六 新一輪的漲勢就開始出來了 而且這一次的漲勢 它是正規均的漲勢 所謂的正規均就是 因為我相信在這個禮拜 很多的股票都百花齊放沒有錯 但是它都比較偏向中小型股 那中小型股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提感的漲幅一定是比較不強 但是從今天開始 提感漲幅絕對會很強 所以今天很重要 今天在收盤以前 一點半收盤以前 我們會針對下禮拜 全新的好股票下去進行佈局 之前有跟大家提過幾檔說 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這些股票在昨天 漲勢都非常的不錯 那昨天我們又新增了一檔 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昨天新增的這一檔 在今年的預估EPS是7塊錢以上 預估7塊錢以上 但是它的股價只有6開頭 那它主要的產品線是在做 物聯網 在做車用的物聯網 公控的物聯網 都是大型的趨勢 那大型的趨勢又加上今年的 EPS7塊錢 股價6開頭 能看嗎這個數字 這個真正的本益比已經不到10倍了 我們昨天剛挑出來的 今天就要進場去做佈局 你說今年的預估獲利要賺7塊錢 股價只有6開頭 這是什麼意思 它就大概是像 當時我們在買300元以下的 4763的材料 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所以想買這一檔全新的股票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直接用手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先加入我們的LINE好友 所以回到重點 來你去看 像是既然說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我們只要確定說 大盤在第二季沒有問題 這就夠了 我們不用去說很仔細的去分析 短線上會怎麼漲 短線要跌幾百點 或是說明天要漲幾百點 後天要說跌個幾點 而是說我們是看一個趨勢 只要說這個趨勢在第二季 它可以維持在多頭格局之上 這就夠我們賺 所以你看2492的滑行科 2492的滑行科不誇張吧 我們一年半沒有提過所謂的被動元件 不講都沒事 一講馬上大漲20% 而且是公開告訴大家 我們從這個禮拜一 就告訴大家被動元件要留意 被動元件要留意 2492的滑行科 全世界沒有人不敢賣 這個位置買進 一路往上拉112 昨天最高又到了113 你去看 大盤長這個樣子 滑行科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橫盤真理 漲20% 這就是產業 所以 這也是我長期在強調的邏輯 我們掌握了 深入去掌握 整個產業的脈動 產業的研究 其實說不論大盤在什麼樣的位階 大盤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抓到相對應的族群 因為說 這個東西其實就像是 我們這幾天在強調的 買股票要去買當季的 就像大家在買水果也是一樣 我們買水果一定是去買 當季的水果 為什麼 第一便宜 第二品質又更好 那你如果去買非當季的水果 又貴又難吃 是不是 做股票也是 我們要去買 正當季的族群 跟正當季的產業 才能事半功倍嗎 用更少的資金 賺到更大的獲利 甚至說等待期會更短 那你說為什麼我們在 這一年半的時間 或是說在去年 完全沒有提過被動元件 在上個禮拜 我們第一次講被動元件 公開告訴大家 國具跟華新科要去做留意 你去看 隨便你要去買國具 還是買華新科 通通都是賺錢 這個邏輯就是建立在產業上面 就像我講的吧 被動元件這個東西 有一點點景氣循環的色彩在 那景氣循環的色彩 我們要去看它的庫存 那既然是庫存的話 其實你去看 華新科它主要是被動元件 那就像我們講的 被動元件的合理庫存天數 是100到120天 那在第一季 它的庫存天數還有140天 就代表什麼 代表谷底還沒來 因為它的庫存天數還偏高 正常是100到120 但是在第一季還有140 就代表谷底還沒到 那到了第二季 預計會下滑到125天以下 已經接近了合理的天數 所以我們從這樣子的產業數字 可以知道 華新科它的股底 就會落在今年的第二季 那現實面的股底 是落在今年的第二季 對於股票市場來講 它會提前個一季到兩季反應 那既然會提前一季反應 我們就是在第一季的季底 下去做切入 這不就賺到20%了嗎 這就是產業啊 否則說 你以為這麼深入的研究產業 為的是什麼 其實為的就是說 你要去知道說什麼時間點 要去買什麼樣的股票 所以你掌握這樣子的邏輯 華新科輕鬆賺 往上拉 華新科沒有人不敢買吧 我相信電視機前的觀眾 一定都認識華新科 國民股票啊 你問大家 大家都認識 國劇也是 國民股票 你在第一季的季底 這個位置隨便去買 基本上都是賺錢 沒有問題 這也是一個產業的邏輯 就是說它的股底會落在第二季 既然會落在第二季 這個位置我們就要去買進 昨天552 往上拉 幾乎是完全無視大盤喔 這樣往上漲 這就是產業的威力啊 就是說 因為這是我一直在強調邏輯 不論說加權指數也好 整個總金的數據也好 你說通膨啦 CPI PPI Phenom 大Phenom 小Phenom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外在的因素 就是大環境 大的總金面 但是 大家要回歸股票的本質嘛 這是我在強調的 你說 股票是什麼 股票它背後代表的 不就是一間公司嗎 有可能說幾百個員工 幾千個員工 實體的公司 沒錯嘛 那既然說股票代表的 就是一間大型的實體公司 那我們要去看的 其實最終都還是要回歸到 產業上面 回歸到說這一間公司 展望好不好 獲利情況好不好 否則你去看 你去想喔 如果說我們去買一間 雞蛋水餃公司 就是財務狀況不好 獲利情況也不好的公司 總金面再怎麼好 有什麼用 是不是 你說大環境再怎麼好 經濟數據再怎麼亮眼 景氣再怎麼旺 你說一間財務狀況不好的公司 我們去買它也沒有意義 所以這就是我在強調的重點 大環境讓我們看的是大方向 最終還是要回歸產業的本質 去看它的前景 去看它的發展性 那這就是產業加數字嘛 所以你了解到這樣的邏輯 國具 華星科 輕鬆賺 絕對沒有人不敢買 3545的敦泰 面板驅動IC也是 面板驅動IC也是 整個第一季不只沒有講 甚至在第一季我是不看好 面板驅動IC 為什麼 因為在第一季庫頓天數還這麼高 銀售開不出來我為什麼要去買它 你說它有沒有漲 有漲 這一段愛漲不漲的 這一段我們乾脆先不要去賺 那你去看 在第一季的季底 3月下旬切入80% 最高到92.6 很輕鬆不就賺到了20%的獲利 合理是40天 敦泰是面板驅動IC 面板驅動IC要去看面板 面板這個東西它是標準的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我們要去買谷底 合理40天 面板的庫存天數合理40天 第一季還在50天以上 到了第二季會下滑到45天 已經接近了合理的天數 就代表說 面板的谷底基本上 它會出現在今年的第二季 那面板的谷底會出現在今年的第二季 對於說面板驅動IC來講 最好的買點就會落在今年的第一季 那你可以去看是不是 不論說天域 細創 聯勇 還是說敦泰 通通都是大漲 很輕鬆就是賺到15到20%以上 這就是產業的優勢 掌握產業你會很輕鬆知道說 什麼時間點 該去切入什麼樣的股票 尤其說像是面板 群創跟友達 群創跟友達這個東西它是很標準的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看數字看不出東西 因為它都是虧損 景氣循環股我們要買的 就是去買谷底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甚至說連友達跟群創 你都賺得到 所以我們在今天 今天一點半收盤以前 我們會針對全新的股票 昨天才剛選出來的股票 全新一檔的超便宜股票 下去進行佈局 針對的就是下禮拜的漲勢 等一下利用廣告時間 先打電話進來 廣告時間也記得先加入我們的 賴好友 小老鼠W178 W178 我們先進段廣告 所以今天台股上萬六的機率 其實是非常的高 大家一定要記得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在今年的年初 有特別提過 今年就是一個由空轉多的轉折點 它會先進入初身段 再進入主身段 所以今年絕對沒有什麼看空的理由 就是說在今年的第一季 我們當時有強調 在今年分成說四個季度 第一季會好賺 第二季很好賺 第三跟第四季會非常好賺 這其實不是說隨口說說的 就是說跟著一個產業的循環在走 因為在第一季 你去看像這些股票你就會知道 在第一季很多的股票 它其實營收都開不出來 因為它的庫存天數都還太高 但是到了第二季 很多股票應該說很多產業它的庫存 都開始會開出來 那開始開出來 營收就會出來了 營收出來 漲勢自然會比較好一點 到了第三跟第四季 如果又配合上降息 又配合上產業的旺季 很多股票的漲勢會比現在更好 所以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因為說今天上萬六的機率還滿高的 那就算今天沒有上 下禮拜一跟下禮拜二 預計也會馬上往上去佔五萬六 所以要買進全新的股票 或是說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滿手現金 不知道怎麼去參與接下來的行情 歡迎就是說直接掃描我們的QR Code 直接拿起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 全新的標股會在裡面公開去告訴大家 小老鼠WE178 WE178 輸入ID也可以 所以 在今天我們有好幾檔全新的股票 會針對下禮拜的行情進行佈局 好那你去想 其實 就像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 掌握產業跟掌握未來的預估數字 90%的操作問題 通通可以解決 包含像華興科 包含像國具 你去看 國具華興科敦泰天運聯用 包含像是全新文貓宏傑科 這些很標準很標準的 消費性電子 你什麼時候聽到我在講 我幾乎沒有在提消費性電子 那為什麼今年的第一季季底 一講 通通都漲上去 宏傑科穩貌全新 包含像是天運聯勇 矽創敦泰 整個備用原建廠 這就是產業 所以其實掌握產業 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去做什麼樣的股票 才能夠事倍功半 那就像我講的 你去看 敦泰也是 敦泰你說 你在第一季的季出 買會不會賺 會 但這個等的時間就很長了 包含像是華興科也是 這個位置買會不會賺 也會賺 問題是這個等待的期間 就會非常的長 所以一定是說 即將進入到第二季 我們才去買進 這就是所謂的產業 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做什麼股票 才能夠到達說 把資金使用率發揮到最高 好那掌握未來的預估數字 優勢在哪裡 其實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一檔股票 它的合理價格大概在哪裡 像是1513的中心店 1513的中心店 我們從年初一直講到近期 還在創高 沒錯嘛 我們從年初就公開告訴大家了 1513的中心店 當時的股價還在六七十塊 那一近期已經破百了 好那你去看中心店 我帶大家看一下中心店 1513的中心店 先不去管昨天這一根黑K 你說117元的價格是貴還是便宜 還能不能買 如果說以長線的角度來看 這個位置能不能去買 當時我們是從 大概是這個位置嘛 60多塊一路告訴大家 一直到昨天還在創高117塊 你說像這種股票 我們要怎麼去操作 是要報到尾 還是說這個位置現在做切入 117 其實 像這種大趨勢的股票 最關鍵的還是說 我們要先掌握到它的數字 你才會知道說 多少錢是便宜的啊 你說117元的中心店 就是近期的高點 它是貴還是便宜 它還有沒有空間 你乍看之下你會覺得 中心店已經漲了接近是一倍 怎麼可能還會漲 但事實上 120元以下的中心店不貴 真的不貴喔 我們在今年的年初有提過 因為中心店它是政策加持 有政策的概念 那有政策的概念 中心店它是今年的預估EPS 大概是6到7塊錢左右 那6到7塊錢左右 這是保守估計 保守估計6到7 那因為說它有政策的加持 所以 它的本益比可以給的比較高 大概20倍 那你去想喔 中心店如果說 今年保守就是賺6到7 那本益比 因為說有政策的加持 今年又是選舉年 那本益比拉到20倍 其實你說中心店要過140元 要過150元 其實這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你掌握了一間公司 它的未來的預估獲利 未來預估數字 你會清楚知道說 這個價位 到底貴不貴 那當你知道這個價位 到底貴不貴 買賣股票賺錢 還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好所以你去看 以中心店來講 中心店 當你掌握到說 好今年 因為這個數字 我們之前就有跟大家講過 大家可以回顧去 加入我的YouTube 或者說Light自己去看 像中心店 我們確定知道說 今年保守賺6到7 保守賺6到7 可能說140到150元的股價 都是便宜的 所以在140到150元以下 其實我們都可以去找一個切入點 那就像我講的 你去看 我們把它切成月線 切成月線就很簡單了 就是說 在140元以下的中心店 都叫做便宜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 很簡單 你就用一個最簡單最簡單 全世界都了解的技術分析去做 就可以賺到錢 這個位置去切入 那你說好第一段 你可以說跌破月線 就先出場 那跌破月線之後 站穩了月線 這個位置可以重新去進場切入 那接下來 站上月線 一樣可以重新再進場切入 一樣可以賺到這一段 就是說當你了解到了一間公司 它的合理監禁售價是多少 我們的操作就會非常多元化 你說你想要去報場 也沒有問題 你想要報到個140 150也可以 那如果說你想要去做更激起的操作 我們就是在140到150元以下 去用一些短線的指標 月線 五日線 下去做分段的操作 所以總之 在整個第二季行情 絕對會比你想像的 還要再更好 那因為短線不確定因素解除 在接下來 體感的漲勢 絕對會 比在本週 在本週五以前 都還要來得好 所以把握今天的行情 今天漲上去之後 下禮拜 續漲的機率是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昨天一樣有選出一檔 全新的超便宜好股票 今年的預估1PS7塊錢 股價6開頭 能看嗎這個數字 完全是不合理 那它的趨勢又是車用 跟公控的物聯網 趨勢是絕對是沒問題 所以這檔股票 我們在今天1點半之前 就會開始進行 1點半以前 就會開始進行佈局 那手上的持股如果說 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直接來電 謝謝各位 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